这个有关于说我们协和电厂四阶的问题 今天下午两点的话会在环保署举行 协和发电厂跟建改建工程 那含第四天然气这个填海照度工程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的确我们现在目前的话要闯关 但是呢我们航港界跟护海团体 大家都非常的担忧 那本期的话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市政府 那有关于说对于这一块的看法的话 到底是怎么样呢 环保署举办第四天然气接收战 环境影响评估会议 市议员韩世玉在总咨询时 询问市政府态度 希望市长谢国良表明立场 对于市街如果新建的时候 对于基隆港的一些相关的影响 对港务的作业 对基隆港的一个周边的生态 还有尤其对一个基隆市未来 这个港务的发展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所以航港界也非常的担心 那本府必须要表达出他们的心声 第二点就是也担心未来 万一发生意外或是军事冲突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关系 也相当的紧张 一不小心这个所谓的天然气的储存潮 万一发生了意外而发生爆炸 由于它就在基隆港跟基隆市的市中心 一公里内的一个距离 所以事情如果发生了 我想可以说是会一发不可收拾 会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安全的伤亡 所以我想基于这两点 我们仍然是对目前的四阶方案 是持着非常保留的态度 韩世玉强调希望市长谢国良 能够秉持当年反对 谢美码头的初心 一起保护基隆的环境 尽最大努力 他们开发单位的话 也没有替代的方案 那既然说没有替代的方案的话 那怎么会接下来 你二阶的评估的报告书 东夷所谓的3.0这一方面 都不可能会有任何的讨论的空间 那既然没有任何的讨论空间 而且也不在我们的所谓的基地范畴内 那说真的我们这边的话 市政府立场一定要坚定的来去做一个拒绝 如同我们市长当年 那当年的部分的话是家父 那当然当年家父跟我们市长 一起反对所谓的这个谢美码头的这个部分 那市场的立场呢 依旧还是依然坚定 以前呢是爸爸 现在呢换儿子 那市域呢也如同跟市长一样 并肩作战 一起反对我们市街天然气这种无理 而且呢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个要求 而且还没有经过我们市民大家的同意 他就来去做一个进行 所以呢本期是希望说市政府坚定立场 市长好不好 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跟韩家两代一起来守惠基隆的海洋跟家园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